他在这个版本这么强势的原因就是 这个英雄在下落对象二位二的 那个强度就是非常高的 然后打团的话 就是比较能限制对手突进来的阵容 然后搭配的话 搭配的AD就是奥弗利欧斯跟卡丽斯塔比较强势吧 接下来对阵WBG的话 然后暗选手的话 就是之前我有跟他打过一段时间 然后他是比较喜欢秀个人操作的一个选手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在这些方面 看一下能不能抓到他的失误 我觉得重做之后的西维尔 在这个版本的强度 挺适合我们队伍的 主要是他能很好的防守 有倾线能力 还有在中期的时候 能很好的打断对面的进攻节奏 我觉得阿萨姆选手是一位很聪明的 很有想法的小孩 然后我和欧翁 应该打他们的时候 尽量地争取献权 追加电 med Yi 就这样 上下觉得老哥 老干爹前面小强一点 没什么问题 啊终于也感觉更好带节奏 然后费楼斯前面爆发更高一点 主要是没有什么反制空间啊 你都得到二级才行啊 是 但换风好像 哎 哎呦 昂的小嘴巴很漂亮 是 就刚才那波交 你来这里 直接闪现换闪吗 金角这边闪现都会有骄傲 这情况下 只上来要拼 但是金角是不怕的 原地直接反打 这位自己有点危险的 要被打残了 那扫风就到旁边 千载优业 怎么说 金角有闪现 这闪现怎么交 他送你这边被指到 那这样自己就要死了 直接来了包 指动打息 表面上再找金角 这波感觉 低时间 但是鱿鱼就会败北啊 直接自己付出双人组的 这个 ADZ人组 指到这个位置 金角很危险啊 反向的一个闪现 这个位置感觉还是走不掉啊 没那么好走 哎 停下 打个小兵还行 哦那还行 想月吗 下不想月 下不有动作 想四包二 但换风这边是看到了的呀 哦那闪现没转好 只剎一个二吗 记得这个时间呢 机会啊 还有W还是躺不太住了 但是金角又被砸死了 可能会换啊 换掉了 直接换掉这 但吃了波兵又回家了 嗯 嗯 变大了一个那儿 打一趟 打一个心理阵 哎 这样抬过来了呀 但伤害来讲 不太够 直接回血了 哎 赵新 什么说 牛子 哦 按照这边操作了一下 首先是闪现躲过牛头二连 其次牛头的引人 也被他的进化给解掉 嗯 按照操作非常的细节 但是轻回眼鹰 你躲不掉 这一波好像是王视野吧 两边这个操作都是拉满啊 而且维尔这个蓝buff 这个血案似乎还在继续 双倍撑下来 牛头一顶顶三个很不错 一帅前被打残 这波抬过来 其实感觉伤害有点小低 赵新一开始很能回 嗯 上了一个点弹过后 按照再一个完美操作 还好反杀了 算是反杀 差点被赵新投死 一个小小的盲视野吧 感觉有一点点看到了 他要回塔下 嗯 而且知道 变局的遭遇 高分首先现在因为没能找到奎 奎想打过反打 但是安州脚踏延满而来 这名大招没有空到啊 哇闪现躲一下控制 可以 肺内斯很有脾气 大招拍回来 有没有机会杀则 有机会啊 则赛已经能拉开打 则技能拍空了 则赛已经能扣进了 哦 然后对位凯南的话 那儿到大后期 如果拉扯的好 放的好 上线很高 是 哦呦 我们看则赛现在 也很谨慎啊 直接在线上放眼睛 处理你的这个 阿姆都想象表 对 贝内斯帅先被打残了 凯南一个大招的位置很好 赵新横扫在间保护下自己 则赛还想追 一个人追三个 在单对单的过程中啊 证明自己 是 单吃一步 算是 而这里 那有闪现的 先拉开 这里 中级爆闪开出来 其实阿萨也不是很好打的 反倒是造反对 这里被轻到了 造分要遭重 还差两下普攻 给了下达不了 但是安州 因为是读书的安州 直接换了一手 治疗术出来 买了队友一口 反倒是对蓝赛方 有一波反暴之射 这波安州 只要站了出来啊 牛头 再去控一下 幸福辅助 ADC给辅助 抬了一口 治疗术可真多啊 换方 先用差点滑后 往后拉扯 红赛方 打弹局 三打二 阿萨先行体力不支 而金角有闪现 走到边缘 强行闪出来 慢慢的亮边 就变知病了 现在金角 没闪现 没大招 主的 好 看刚才 没被看到 应该就是想去点个眼 当然是有价值的 那这样中路可以逼近一下 我感觉这只微博干米 真的全员都越来越像扫粉了 都很扫 搞别人心态有一手的 刚说搞心态 就鼓励的位置落地 刚好是在塔下 被阎南给封住 找到沟通啊 执行啊等等 似乎都不太在一起 呃 沟通啊 想去单杀 哦 差一点 又差一下下呀 哇 菲尼斯刚才 极限的一个大招距离 拍到墙上过后 W空掉了 但是 有兄弟们来了 这是肯定要留下了 就是看人头给谁 哦 菲尼斯 想去找菲尼斯闪现跟上 菲尼斯是没闪的 破百王也闪现接千载优业 再接大招通关天灵将其斩掉 这个时候两边的上单突然打了个盗鱼战 菲尼斯先拍 泽赛 泽赛也把大招弯着天导影给开了出来 海超率先提雷不知 要被幻风给打残了 幻风跟泽赛 先一起处理掉 这菲尼斯 下一波那儿没闪了 反而凯门的闪现马上站好了 这波刚好 泽赛这个位置确实可以尝试抓二下 但是刚好幻风也赶过来反蹲 是 进楼一转 这个时候我们看阿萨姆黄风向前 但是祖安花火就在旁边 泽赛直接追脸将其秒杀 泽赛的队友又去挑飞了一个魁 泽赛隔墙输出 带走赵线 泽赛好像是要老跟 泽赛似乎是一个W还是 菲尼斯没看齐 把小龙给抢下 直接把水龙龙龙给斩落 而且究竟的不停的黏黏黏 看下一波WK在战场那儿 这是什么 每次戏剧的这个承受者 都是老干爹 是 卡拉火城黄雪在火 趁着曙光把大招放了 利用这个真空切 蓝色王直接打了一波线手 曙光扛过了第一段时间 但是有个赵新的枪阵 阻止了端花火的输出 是 龙脱力拉上来 虽然出了一些小插曲 但是微博给你之后 还是拿了大路和水龙龙 我们刚才看是什么情况 此时还没大招 思索了片刻 之后没有想到 Fantasy在旁边了 是 想换一下海超 就差一点血 随后 是个W 嗯 一个W 他抢不白雪 确实也没什么办法 没成绩的 打也不在 打也不在 然后泽力这个大招 伤害有 这个W伤害有高 又是相同的位置也缺 这个三连直接把金脚垫麻了 大招是没有的 这个牛头 感觉是变异的 我已经用可爱来形容了 就是他也自己明知道 刚才是异不到的 但这次的大招先给海超 先吸低波伤害 开始打不掉的 这女士果然很肉 清魂眼睛砸出来 达到的晒身上 放开了波闪现 在残血也要用大招进场 给队友创造收割的空间 幻风应该已经到了 他收割的时候 但是一座防御塔 一力不倒 幻风是上不了高地 Bennis在旁边 吸住了两个人 扫粉要追 Bennis到天涯海角了 Bennis一个E技能过强 要不不追了 扩高地 等两个小兵上高地 眼圈赶过来 阿松之门是没闪过这辈子 要被包夹了呀 哎呦 海超 亲过来则晒 亲得很准 扭刀二连先手则晒 再晒开起大招 似乎是没有秒表的 但是他居然还没死 很挺 蓝森王确实伤害 输出有点不足 阿子姆 第二时间 闪到战场 先瞄准操分 站起来两个 不错 看下一步大不可 阿子姆之谋 划不通向前 瞄准安撤 躲过了沿途 这步阿子姆要收割 不行 祖安花火 终极爆闪超负荷 他站了出来 换风 连闪间躲过了扭刀二连 两位的AD的输出 都已经拉满了 拍到墙上 娜尔 先Q再闪 一锦的没知道 还要扑过来 送掉自己吗 给对手提速 我的天哪 祖安花火 则裂 看下三杀 拿到团面 那这样 顺势可以一波吧 最后这波团战 打得很精彩啊 打得很精彩 这波团战 换风操作大马 闪现躲掉 如托尔林过后 就没人管得了他了 是的 赵姓三秒钟复活 小兵已经濒临城下 恐怕已经无力阻止 WBG一气奥迪的推进了 那我们恭喜 WBG一气奥迪 成功的拿下这场比赛 恭喜 同时他们也挺进了 季后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